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地方弱势的长者 在花莲的14个乡镇市服务将近 1200位的孤老 而华山基金会现在正在发起 爱老人爱团圆的公益活动 也邀请到艺人杜思梅走入偏乡 单日恩一日站长送爱给孤老 加莱花莲成立花莲媳妇的艺人杜思梅 与老公庄直隆 印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爱团圆的公益行动 特别担任一日站长 不器梁在收封天使站 拨打问安电话来关心长辈后 在前往东华大学旁的大学街上 拜访店家放置爱心发票箱 也送午餐到三位长辈家中 都市梅陪伴长辈看照片聊聊天 特别有感觉 也希望尽点自己小小的心力 带给他们最大的温暖 谢谢你 我起来很好吃 谢谢你 阿嬷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 你那个衣服要注意哦 好 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 阿嬷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所以我对老人家这一块 自己也比较没辙 那当然也是觉得这个负担其实也蛮有的 在花莲来讲 并不像台北企业啊 团体啊大单位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像是需要我们可以可以可以push一下 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可以到多大 但是我觉得我很愿意来投身这方面的 跟大家号召一下这样子 目前华山基金会在花莲有14个站点 关怀1200多位的独居老人 都市媒很荣幸这一次能够受邀担任一日站长 希望能够带给弱势长辈更多的关怀与协助 当然也更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爱情行列 记者综合报道